现在我觉得 我觉得我跟他之间好像有一道 无法跨越的虹狗 晓鸥 你别想这么多 你和高兴挺般配的 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好不好 是 我之前 也这么认为 我觉得 我跟他有差距 可是 我并不卑微 我觉得只要我们心心相惜 两个人互相靠近就会在一起的 可现在 现在 我好像越来越没信心 也许 你再多给高兴一些时间 你就会知道 事情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你还记得吗 高兴 就是因为食物中毒才得了验尸症 他想让你做的事物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 也许他是想保 你为私事的 高兴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高兴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我跟宣君来 是来聊一下中央厨房的事情 小 晓鸥 你们聊吧 我不打扰你们聊事情 晓鸥 那你跟我们聊一聊 晓鸥 我送你啊 不用你送 不赌气了 好吧 你都可以漠视我的意见 直接开始做市场调查 你还叫我不要赌气 好 我不跟你赌气 我跟你讲道理 行了吧 我知道 你为了扩大经营 产生利润 所以你才开始大批量的采购时 猜我不反对 但你能不能跟大家商量之后 一起做决定啊 你说的都对 但是咱们现在没有时间了 你和郭一扬在后厨那么的忙 我还要去完成我爸的挑战 我不是不让你发言 我只是觉得时间还没有到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我放弃当厨师的时候是吗 你和郭一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你不想我再当厨师了 是吗